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本土疫情不见缓解 虽然屏东连续好几天加龄报道 不过随着端午廉价马上要到了 就怕游客会大规模的出游 当地业者自掏腰包在进入恒春的入口呢 树立了大型的道德劝退堪板 上面写着你怎么好意思出来玩 医护人员没日没夜工作只为守护台湾 而你却成了防疫破口 这样子的创意标语让人看了纷纷竖起大拇指 直呼肯定大街也应该是离职 两个斗大看板 一个写一呼没日没夜工作只为守护台湾 而你却成为防疫破口 另一个写你怎么好意思出来玩 树立恒春入口全退游客 屏东连日加龄报道 但本土疫情不见趋缓 就怕即将到来的端午廉价游客蜂涌而至 屏东旅宿业者自掏腰包做看板 帮忙检疫然后帮忙照顾病患 就是正在守护在台湾 但是还是会陆陆续续看到很多游客 在海边玩 这样子群聚非常的有危险 心里都会冒出一句话 说你们怎么好意思出来玩 这位自治看板的业者 是知名网红民宿老板 疫情前住房率高达八成 但因为疫情现在自主停业 坦言经济压力其实不小 现在自主停业 所以说收入都是零 有算过管销一个月 接近会是三十万 相信很多业者都是这样子 没有游客暂停营业 生计出现困难 却仍然不希望出游 酿船群聚破口 为了能让疫情尽快结束 证实忍耐才能换得平安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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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逃拒声